海巡人员有理说不听 这就是2016年的管毕临批评今天的管毕临 来打脸管毕临 国民党立委持续针对中国快艇翻覆事件质询 至于当时出勤为何没影像 不仅如此就连专案报告名称也还有争论 虽然管毕临已经致歉 但陆委会同样不写撞传也被批评藐视国会 邱太三最后也以道歉收场 不过立院内政委员会从早上开始就泡声隆隆 来因质疑海巡执法有无过当 但管毕临死守立场 我一肩扛起到现在 我不是一个弃居宝帅的人 往前已经给你看到你转一转身 看来看来当时要去 我们要来摆一下 永远都把基层推到第一线去打子弹 这就是今天大家对这件事情 这么不愉快的原因 本习从来保护他们到现在 此时此刻我还在保护他们 本习捏 换位置的搞不清楚 海巡署跟海委会虽然不断强调 已经向家属致歉 并在研议辅慰金 不过对案情始终不愿多说 把案情说出去 把所有的过错都会于一方的时候 其实这整个过程 双方的诚信跟双方的尊重 也是会比较不受欠缺 传出中方代表 早上开始就在金门饭店内观看立院直播 甚至还痛骂管闭铃都在硬拗 双方代表在金门看直播 说您都是硬拗 是不是硬拗双方各说各话 金门快艇事件 两岸朝野依然找不到共识 欢迎新闻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